排隊衰減分開用餐 鴻海貼出最新鄭州廠照片 證明營運恢復中 但這波疫情早已衝擊鴻海產能 原先對第四季的看法是審慎樂觀 但因為疫情影響鄭州廠區的營運 所以我們前幾天下調了 內部對第四季的展望 但是預計第四季 季對季表現仍將成長 相較於去年同期則持平 鴻海董事長劉揚偉坦言 消費智能產品第四季成長幅度不如以往 但大客戶蘋果依舊相挺 其後罕見發聲明 強調會和供應商密切合作 儘快恢復生產 iPhone 14 Pro系列 這次事件會讓對手切入iPhone高階機種嗎 劉揚偉說短期機會不大 如果類似的事情在發生 我們怎麼樣分散在地區性的來分散風險 我想鴻海在這方面是最具有能力的 劉揚偉為集團注入強行針 同時公布最新財報 第賽季稅後存益387.59億元 即增16% 年增5% 創下同期新高 每股稅後存益EPS2.8元 因為2022年營收成長比預期來得更好 也墊高很積極 所以對於明年在ICT的展望 我們會比較中性看待 明年展望即便保守 鴻海不忘加快腳步恢復鄭州長產能 確保接下來的耶誕節年節黨期不再受到影響 今天希望觀眾黃冠偉採訪報道